宣王一度被围以重任 颇受皇上的信赖 可是最后仍旧免不了 落得囚禁致死的下场 终于将所有的障碍清除 有了史官的遮盖言辞 皇上的处位 看似没有了半点争议 一直到了最近这些年 皇子都长大成人 储君之位悬而不绝 以前的种种又仿佛要出现在眼前 文武百官都有这样的想法 更何况皇上 皇上最痛恨有人提起 他当年继承皇位时的种种 无非是怕人提起两个字 篡位 庄秦王要的 就是有人先走这条绝路 日言奉剑父亲被自己说服 不免有些得意 常宁伯仍旧沉着脸 你也该收脸收脸了 多少人都知道你这个禀相 这言奉陪笑着道 还就这一次 当年去正事的时候 还不就是这句话 结果成亲没有一年 就接二连三地纳了三个切 常宁伯道 等折子发下来 就让你娘去送聘礼 这件事还是速办速决 任言奉连忙应称 常宁伯狠狠地盯了一眼任言奉 这一才转身从屋子里出去 常宁伯夫人处时 忙完女儿的事 又要去看宝贝儿子 刚走到门口 迎面就遇到常宁伯 这才又跟着丈夫回到屋里 从丫鬟的手里 接过汽好的茶 送到丈夫手里 常宁伯用盖网 撇过嫩绿的茶叶 低头喝了一口茶 然后抬起头问起 薛家那边去过了 厨师笑着道 去了 薛二太太的意思 是想要静初早些嫁过去呢 只是 看样子 下多少聘礼 薛老夫人那边 还没有松口 厨师又解释道 那边是掌房 又有爵位 想要盖过去 也是不容易 常宁伯淡淡一笑 并不接口 厨师接着说 我去的时候 听说五木侯夫人 去了宫里谢恩 常宁伯眼睛一抬 浓密的眉毛就皱起来 谢恩 厨师道 薛老夫人最近不舒服 黄太后给了不少的赏赐 借口 却谢恩是假 多数是要探听黄太后的口风 常宁伯冷笑一声 若是薛老夫人进宫 那倒还值得人注意一些 五木侯夫人 不过是和靖初一样的年纪 哪里懂得宫里的人情世故 恭恭敬敬地将礼物呈上去 也就罢了 老夫人的病怎么样 厨师笑着道 看起来精神还是好的呢 我将靖初秀的百兽送了过去 老夫人很是高兴 夸我们靖初心灵手巧的 常宁伯点点头 靖初要出嫁 凤儿又要续闲 这些事呢 都要你一个人操持 尽量地仔细些 不要让外人说出什么来 楚氏点点头 放心吧 我身边还是有几个婆子 能帮上忙的 家里这一架一曲 着实不轻松 她已经好久没这样忙碌了 荣华跟着中官进了慈宁宫 中官进去禀报 荣华恭敬地站在院子里等 虽然仍旧小心翼翼地 生怕失了礼 心里已经没有前两次那样的紧张 不一会儿 刚才的中官出来 低声道 五母侯夫人去侧殿里等一会儿 九皇子和英亲王在呢 九皇子未跟着盛家去陪都 可是他记得 英亲王是随行的 怎么会 中官又道 也是感到巧 英亲王从陪都回来 给皇太后请安 这才说上话 荣华忙低头的 劳烦公公了 若是不方便 我就在这里等着 中官笑道 哪儿哪儿行呢 这么独的日头 就算是我们 也不敢站得时间太久呢 皇太后也有话 五母侯夫人就进去等吧 荣华抬起头 看了中官一眼 那中官的笑容和蔼 荣华这才规矩地 跟着进了门 荣华被指引着坐在警户上 宫女立即端了茶过来 荣华捧起茶 礼貌地浅着了一口 便将茶碗放下 侧殿的窗子打开着 透过窗子 就能看到主殿里的情形 荣华低下头 不敢随意地四处张望 只过了一会儿 就听到清凉的声音 奋其乌乙 失之发田 则五股赖之以秀石 灰迹冷矣 避之喜汗 则衣伤赖之以经节 为人孙者 当思祖得之勤劳 为太子者 当念复公之刻苦 滋滋极极 以成其事 兢兢业业 以立其志 人皆屈比 我独守此 人皆谦止 我独不宜 若是 则于身不弃 于人无愧 祖父不失其遗谋 子孙不沦于困辱 永保其身 不亦疑忽 这是诸子的停讯 不自弃文 大意为 天下之物 即便是丸石 粪便 草灰等 皆因其有一节可取 而不为世人所弃 故 人不应自弃 不宜怨天尤人 而当反求主己 司祖德 念复公 作为自身事业 以求于身不弃 于人无愧 祖父不失其遗谋 子孙不沦于困辱 从而保存和发展 其祖宗的基业 那声音不带一丝的稚气 想来是英亲王的 英亲王在外面 不是一个闲散王爷吗 却怎么能将这样一篇文 念得这样的熟练 音调低沉 语气深刻 哪里有半点闲散的样子 上次侯爷说起 开元十年的那桩案子 英亲王去西宁剿匪 回来之后没有工赏 反倒是跟着的官员 钱太明因为喝酒误事 丢了官 从此之后 英亲王才做起了闲散王爷 是因此受挫 还是要眼去锋芒自省 薛明锐每次提起英亲王 目光中总是有几分的闪烁 莫非 新军登基是忘不了那些 有拥立之功的功臣 可是一旦出了差错 脚下就是万丈深渊 即便如此 还有不少人又舍身一事 任何人都有争夺权力的欲望 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孤臣 就算是一心一意的效忠圣上 也要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 有人天生就想要接近权力 虽然危险 就要尽力把持 薛明锐聪明果断 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呕气 他不可能干预做普通的臣子 荣华正想着 刚才引他进宫的中官 上前笑着道 殷亲王和九皇子已经离开了 皇太后传召吴木侯夫人过去呢 中官在前面走 荣华跟在身后 进了正殿 宫女们已经放了外殿 荣华立刻跪下来 向皇太后行礼 皇太后笑道 快起来吧 长公主的病怎么样了 荣华恭敬地回答 多亏皇太后赏赐的秘药 已经好多了 皇太后是连连点头 赏了荣华坐味 哀家 这就放心了 荣华将绣好的樱落 盛了上去 皇太后命人将樱落展开 低头看过去 目光锁到之处 不由地一睁 眼睛中顿时就露出柔和的光 这是长公主的笔法 荣华低头笑道 是 皇太后又看了半赏 这才夸赞道 亏你灵巧 才能将这话秀下来 皇太后不自觉地 就说起以前的事 长公主以前在宫中的时候呢 经常来跟哀家一起说说话 后来长公主下架了 哀家的身边就空了不少 哀家还因此生了一场大病呢 现在想想呢 就像是昨天的事 眼睛中精亮的光芒闪过 荣华芒低下头 再抬起头的时候 皇太后又恢复了平常的神色 皇太后道 这一块硬锣 哀家十分地喜欢 你回去跟长公主说 让她安心地养病 哀家还盼着她病好了 进宫来和哀家坐坐 荣华点头硬了 站起身来 皇太后又让人送上赏赐的东西 荣华上前谢恩 贵安 这才和中官 宫女一起从慈宁宫里出来 送荣华的 是常在皇太后身边 伺候的周太监 上次皇太后招她进宫 去学家传旨的 也是这位中官 周围没有旁人 荣华不经意地 问起周太监 公公 刚才我听到皇太后 宫中有人说话 可是英亲王 这一话说的是 狠狠乎乎 若是有心接口 自然就会顺着 他的话策说下去 周太监果然一笑 刚才是英亲王 在教九皇子读书 也不知道 五母侯夫人 问的是不是这个 荣华笑着道 那就是了 到了宫门处 荣华恭敬地 接过太后赏赐的东西 又低头道 老反公公了 周太监笑道 五母侯夫人走好 咋假 这就回去复命了 看着周太监离开 荣华这才转过身 出了宫门 锦绣早已经在宫门外等候 见荣华出来 连忙去接应 荣华将盒子 一直握在手里 上了车之后 荣华才将盒子打开 里面是一面 小巧的铜镜 将盒子合上 荣华深深地吸了口气 那篇不自弃文 不但是要英亲王背诵的 也是要他听的 不只是要听 还要面镜自省 薛明锐 这一次比公布 贪慕案还要凶险 不知道 能不能顺利地闯过去 荣华想着 握着盒子的手 就稍稍用力 指尖不由地一通 拿起来一看 鲜血顿时 从指腹上涌了出来 锦绣一眼看去 大吃一惊 忙用帕子 捂住荣华的手 脸上就更是变了颜色 少夫人 这可如何是好 怎么就画伤了手 没想到盒子上的装饰 看着是很漂亮 就是摸不得 锦绣忙将盒子搬开 又拿出一块干净的帕子 将荣华的手指仔细缠上 伤口虽然不大 却流了不少的血 丝帕偏又薄得很 几乎一下子就被血浸透了 锦绣招了急 少夫人 还是吩咐在药铺门前停下 让婆子去买些药来撒伤 荣华摇摇头 在大街上总是不方便 这伤看着户人 其实只是划破了一点 回到府里再拿药来伤就是了 好在很快血就止住了 可即便是这样 春瑶几个人看了 仍旧是吓了一跳 木槿忙去拿药箱子 荣华坐在椅子上 让几个丫头将手重新地抱好了 春瑶看了盒子一眼 好长的口子呀 怎么会这样的锋利 荣华笑笑 我也没有想到 正说着话 外面的燕铃道 李妈妈来了 是老夫人吩咐 让李妈妈过来 问她宫里的情形 荣华起身笑着 将李妈妈迎进内室 李妈妈看到荣华手上的伤 也是吃了一惊 这是怎么弄的 荣华笑的 没事 不过是做针线的时候 不小心给伤了 丫头们小题大做 偏要给我包上 李妈妈道 所以是小伤 也要僵养着呢 这才容易好 说着将手里的东西放下 这是托红玉姑娘 帮我做的针线 少夫人屋里的姑娘呢 手就是巧 做出来的东西也漂亮 荣华让锦绣 去将红玉叫来 又笑着给李妈妈妈说 只要妈妈不嫌弃 有什么需要做的 尽量拿过来 让他们帮忙 李妈妈笑道 老夫人屋里的针线呢 一直是香玉做的 现在香玉的好日子也尽了 老夫人的意思呀 是让香玉多做一些自己用的 她的东西也就不经香玉的手了 正好有几件急着要做的 我就想起来少夫人屋子里的红玉了 红玉进屋子里来 荣华将桌子上的东西拿起来 仔细看了看 这才递给红玉 红玉向李妈妈行了礼 妈妈就放心吧 我一定做得仔细 李妈妈是笑容满面 少夫人屋里的人 都是妥当的 荣华点点头 又问了老夫人的情形 李妈妈的 刚才觉得累了 就歇了一会儿 等厨房准备好了饭菜 我再将老夫人叫起来用 荣华道 等老夫人醒了 我再过去说话 李妈妈笑着走了 红玉将东西拿下去 荣华嘱咐春瑶 毕竟是老夫人的东西 你平日里也去帮衬着一些 春瑶点头硬了 锦绣道 看样子 李妈妈是要帮着少夫人这边了 这几日二房那边准备给常宁伯府的聘礼 二太太找了不少管事的婆子帮着算计 有许多管事婆子在薛明锐成亲的时候帮过忙的 对里面的事清楚得很 二太太用这些人无非是要有个比照 和找出个能在老夫人面前说过去的理由 不管是哪里增增减减 总归是要想方设法的 让心理能多一些 可是无论再怎么算计 只要老夫人那边不松口 二太太也没有别的法子 四太太给她出主意 让她直接去老夫人的面前说 既然二太太都婉转着想法子 她又何必捅破这层窗户纸 再说 这件事算起来也落不到她这个小辈头上 怎么说都应该是薛夫人出头 薛夫人的性子又是不喜欢争这些的 就算是二房准备的聘力稍多一些 薛夫人也不会开口 既然不能出头 那就要想其他的法子 这些年虽然是二太太管家 宫中的银子也不是说动就能动的 剩下的就是老夫人的提及 薛明锐和她成亲的时候 老夫人拿出了不少提及银子补贴给涨房 二太太若是谋算这些银子 不好直接去与老夫人说 自然先要问起老夫人身边的李妈妈 不管是老夫人明面上给的 还是私下里给的 避开谁都避不开李妈妈 她故意试探李妈妈的意思 李妈妈将老夫人的东西拿来给红玉座 就是给了她回话 老夫人那边不用她去说 就会有人帮着提点 她其实并不是不放心 她只是怕二太太坐下手脚在里面 同样是几十台的聘礼 里面的东西却大有学问 聘金不说 金的银的玉石等细软多起来 这里自然就中了 一旦一切准备妥当 再补酒可就晚了 若是李妈妈能将这话 在老夫人面前提一提 她就能安心了 心里是小 掌房也该有掌房的样子 至少从二太太心里 就该有个变化 荣华节那时换了身衣服出来 老夫人院子里的学育来道 老夫人请少夫人 一起过去用午膳呢 早膳午膳都陪着老夫人吃 晚膳就更不用说 薛家的规矩是所有人都去老夫人房里用 这样算来 今天一天她都在老夫人屋里吃饭 荣华笑着应了 让锦绣拿上宫里赏赐的盒子 一起去了老夫人屋里 二太太在屋里听任妈妈说话 老夫人病了 李妈妈身上的事多 我们就没说上几句话 二太太挑起细细的眉毛 眼睛也跟着斜飞起来 任妈妈接着道 李妈妈都是笑着和我说话 不像是要躲避的样子 说着就放低了声音 明日账方上 董海的女儿出嫁 董海家的和我一起进的府 和李妈妈的关系也不错 我想着 李妈妈总是要过去的 到时候就有了说话的机会